好,大家好,我是Kofi,這個講台跟機器人的坑主,你說阿敬 另外一個坑主在這個地方是比... 喔,好 那今年初的時候呢,逃出這個戶套確診事件的時候,LINE上面公傳像這樣的訊息 如果要好好的去回應這個訊息,有帶來的焦慮情緒的話呢,你可能要這樣子來回 這真的很花時間,那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呢,這個訊息又會再度的被聊天室裡面轉發 其實,面對假訊息不應該這麼痛苦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在懲罰這個有意識到假訊息委呆的人 那,Kofi真的假的,希望就是可以做到讓群組裡面的大家不用再苦君奮戰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LINE的聊天機器人呢,可以讓大家一起來面對LINE假訊息 以後如果你遇到想要查的東西可以分享給Kofi真的假的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其他的貢獻者對這則訊息有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知識人知道要回什麼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資料庫 如果知識人收到一則訊息,資料庫裡面找不到的話 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回報這個訊息的人 那如果這個人同意的話,這個訊息就會出現在網站上面 善良的編輯們就可以進來看訊息跟寫回應 我們從25萬的使用者收到超過6萬的訊息 另外一邊也有人在網路上面幫忙回應 這些資料都已經開放在網站上面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有第三方的Chatbot 先取Kofi的API,也有調查記者、智庫以及學者使用真的假的資料來做報告 那這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系 讓社群的協作成果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今天Kofi真的假的在這裡是希望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我們可以到Kofi的TW網站替有幫助的查核回應按讚 這樣會讓有幫助的回應 在Kofi真的假的聊天機械裡面更容易被看見 那如果你看到了一則訊息 你想要親自回覆的話呢 這個頁面的資訊也可以幫助你判斷這個訊息有多熱門 也可以看看相似的查核訊息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有其他人針對類似的訊息寫過回應 那你在這個地方填寫的內容呢 會讓真的假的聊天機械的使用者看到 也會加費這個Kofi真的在寫的大家 那今天的貢獻呢也都會呈現在你的個人主頁喔 前次開放方面我們準備了網站跟機械人的GOOFIRST ISSUE 徵求NOJS、GVHS的工程師 我們可以一起讓網站跟機械人變得很好用 這個專案呢在今年年初的時候獲得這個 AI4ST ISSUE的社會進步案例獎 然後呢還有今年剛剛得到的是2021年的蔚藍大學服務 那這一獎呢我覺得這一獎其實屬於參與這個專案的每一個人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來找我們跟這塊獎台一起拍照 那有興趣的人呢可以到Kofi上www.hack 一起來陪伴在LINE裡面抽到訊息表現的人 好朋友 谢谢 谢谢大家